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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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辛苦了 我會在我規定的時間把這個演講完 我是來自湖南 然後來自農村 可能跟其他人 可能對城市來說 可能更陌生一點 我是可能讀高中的時候 才接觸到城市的一個 我之前一直在農村生活 然後讀高中 然後去縣裡面 然後讀大學到市裡面 然後09年來到北京 然後讀自己人過來 大概清廷跟這個 這是我後來自己畫的 大概跟這個 挺緊差不多就一個人過來 然後有很多高樓大廈 然後 當時我是過來的是 我是建築師 在大學學的是建築學 然後在北京得到了 標準營造的一個實際機會就過來 然後在09年的時候 標準營造在神聖商量展的時候 展了一個城市下的蛋 我當時也是參與到其中 它的裡面是給城市底層人做一個流動性的住宅 因為在中國這房子 就是說對土地有特殊的要求 就是說可能你蓋房子要土地 但是我們希望提供一個可以不依賴土地的一個住宅 然後給流動人給底層的 它有幾個目的 第一個它是一個可以謀生的一個房子 就是說可能是上面 這個是KTV宅 就是說比如我是老闆 我有一個KTV 就是說別人在這裡唱歌的時候給我一些錢 做我的生活來源 然後晚上的話我就睡到這個小房子裡面 就作為我一個生活的中間 然後而且外面是鋪上草 這是真草 然後就成為城市的景觀 就是在09年的時候就攢了兩個蛋 剛才Ander說他要帶蛋 現在我已經帶蛋過來了 這是09年的時候在深圳市民廣場攢了兩個蛋 第一個是KTV攢 第二個是椅子攢 就是說可能提供人休息 可能收一點費用 然後自己也可以睡到下面 然後09年我實習完了之後 在標準營照實習完了之後 就回到我的大學 因為我當時還沒有畢業 就回到大學之後我就說 因為我在實習期間也是租房 然後覺得好像挺累的 然後租金也不低 然後我覺得 這是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我能不能拿過來自己給自己蓋一個 然後是這個想法跟我老師說了 然後老師就支持我就 派了幾個學妹來幫助 來建造這樣一個小的房子 這是一個結構 然後這是再加上竹條 因為我在上了大學在易陽 就是說它那邊的竹子比較多 所以我想用當地的材料來建造這樣一個房子 所以第一個是成本的考慮 因為之前在深圳展的 其實它是用了玻璃纖維 就是玻璃缸 但是就是費用比較貴一點 然後這是我們幾個學的學妹和我一起自己動手 然後蓋了這樣一個房子 先是用乾淨的結構 然後用竹條 竹條也是一個附加的結構 同時也是裡面的裝飾 然後在外面也種上了草 這個草 草帶的是用那個發酵過的木屑 然後撒上草紙 然後澆水 讓它能夠長出草來 這是當時的情景 這是室內 然後這裡面的東西都是我們自己動手 自己幹 然後自己設計 這是當時拍的照片 然後這一位也是後來成為了我的妻子 然後後來這個屋子放在 我就住在公司樓下 這上面就是我們表現的辦公室 我就可能十多秒鐘就可以上到我的公司 我大概住了兩個月 後來就有很多媒體過來 然後因為這我們公司是在一個廠區裡面 後來有很多人過來 所以這廠區操了很多麻煩 然後就廠區的那個小物業要我們搬走 現在是把它閒置在宋莊一個朋友那邊 然後這是我們 這是我2010年做的事情 然後我現在是一、二年 然後我這兩年也是在北京生活 也是覺得在北京產生的 就覺得北京有很多問題 大家多能體會到 然後我今天才想講的就是 就是我的一個城市的新的設想 第一個是指出他的毛病 然後再怎樣改進 第一個肯定是人口爆炸 就所有的人都永久北京 然後交通擁堵 空氣污染 這都是大家都能 每時每刻都能體會到的 所以不要我特別說明 然後我就在想這個 產生這樣的原因 為什麼在北京有這麼多人過來 這麼多 產生這麼多問題 第一個就是北京是一個 一個中國的中心 一個經濟、政治 所有的人都會被他吸引過來 它產生一個巨龍樣 也就是說很多人過來 然後北京的規劃是一環一環的 也就相當於攤雞蛋餅 就越彈越大 而且就是說它的中心就是 一環裡面就是說 它這樣下來了 它其實它的結構方式 就帶來它的主意性 就是可能裡面好像 它雞蛋餅一樣 就中間已經燒焦了 在外面還沒有熟 就是其實裡面已經擁堵不堪了 但是在六環或五環 有時候打車都 接著接著都不去 那些很多 然後它就有這樣的一個結構 然後我想提出一個新的結構 就是把這種結構變成跳棋形狀的 所以說我們小時候也玩過那種跳棋 也就是說在中間那一個環 那一個點可以向六個方向走 也就是說可以有更多可能性 然後就相當於研究那個綠化跟環境 就是北京的綠化是點 我希望就是說整個全是綠化 下面全是那個原始森林 然後我把這個單體 就是每一個點是一個單體 每一個單體裡面 每一個單體裡面 所有的工作和住房都能解決 裡面有娛樂什麼的 都在一個單體中完成 然後每個單體中間的連接 可能是地鐵或者是其他的 然後單體是一個很大的單體 相當於十個小區或者更大 甚至說在單體裡面有單獨的交通系統 然後這是那個想法 然後這是中國體 這是那個綠化跟建設的關係 這是交通 然後我當時在想這個想法的時候 我在想就是我為什麼想這樣一個想法 我不可能這個想法是不可能實現的 因為不可能把北京全被推平 然後變成一個森林 然後再把它蓋成十個小區那麼大的單體 但是我為什麼提出這樣的想法 我就是可能我覺得這樣 我這樣的想法的意義就是說 可能以後子生 可能幾十年幾百年過去 可能有這樣的能力 蓋一個新城或者說把北京填平 他會發現之前我們有祖先有這樣一個想法 他可以參考 不管是好的壞的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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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